之前去日本 啊啊啊啊 這好像是什麼 吃下去直接變超級賽 吃到鮮豆這樣 這老闆娘以前 現在更像摔餃選手 多有一點殺氣 哈囉大家好 喬老師 好久沒有拍出了 開箱以外的影片 因為有觀眾留言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把 觀眾跟粉絲分開嗎 有的人會承認他是我的粉絲 可是有的人會說 我只是你的觀眾 那個界線是有差的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企劃 大家一定想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在做模型 你看 很多這種3D鍵 就是在測試列印失敗 就是我們在開發一個企劃 因為它還不可以公布 所以這個企劃有點麻煩 就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必須要 很多很多的水片 去陪伴大家 這些水片我們也不是 隨便拍一拍啦 開箱就是研究別人開發的作品 那意表的就是 我們也要開發屬於我們的作品 今天算是很重要的企劃 就是之前我們有做一個 二號機的主機 他終於要回家了 他其實也回家一陣子了 在這邊 還沒包在這裡 然後今天我們就要讓他回到 他的座位 就這邊 然後這裡就是之前 初號機你看 都被有塞滿玩具的 這也差不多一年了 所以這主機也差不多 壞了 就淘汰了 我們要換二號機過來 我就想說要順便進行一下 我這個空間的改造 我們現在是兩個電腦在運用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統一 最新的這台ROG的二號機的主機 我們後面會持續跟大家開箱 就是除了這個主機 然後還搭配了一顆 49吋的螢幕 我非常期待 現在的時間啊 差不多早上9點多吧 那我要先把這邊稍微卸掉 因為等一下會有廠商來這邊做一些改裝 先來跟大家記錄回顧一下 原本凌亂的樣子 剛剛前面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平常拍製作的棚 這裡就是做模型的這個桌面 桌面就是在凌亂的製作過程 上面就是放一些玩具 然後漆料 然後工具這樣 所以我打算從這個位置 開始過去這個角落 稍微做一個重新整合一下 然後拉開啊你看 地上本來有鋪這個木地板 然後到現在也快要兩年的時間 你看隱約就可以看到一些翹翹的有沒有 現在的這種石碩板真的是很討厭 然後廠商說什麼 因為我太重 然後又做滾輪 所以把它壓壞 那如果你是不錯的木頭地板廠商 或是你有認識的 可以介紹給我 你只要鋪的好 用起來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會跟你高官 然後我還免費幫你拍 然後這個地上啊 就是很凌亂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收啊 這裡就有一些工具了 比如說你看這個 噴筆有沒有 一些垃圾 還有一些 拉拉吧 還有一些 這是什麼圖案啊 滑鼠嗎 噢這也是藍牙喇叭 昨天那個情趣用品的品牌 很認真的跟我們的窗口 我們窗口有些業務會是老闆娘接的 然後就在跟他討論 飛機杯的業配 然後老闆娘問我說 這到底好用嗎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總之 剛過來這邊是製作空間 然後一路過來這邊 不做模型 至少要放一些這種 改造工具 這些改造多久沒動啊 然後在電腦後面 那個三角區啊 這裡面也是滿滿的 太多了吧 就被塞了灰塵 然後在這裡就是一些 我自己的小空間那種 比較 欸 妹子公仔 就放在這裡 然後上面就哥吉拉 怪獸們 這是之前做好的 Shadowbox 本來這裡設計啊 是有一個窗戶的 這可能要看我們剛開箱辦公室的影片 這裡本來是窗戶 然後設計一個窗簾 可是後來 就很突兀 因為背景拍起來後面這一塊灰色的 那後來我就 自己去找這個頂天立地價 這個頂呢 一開始久久它會倒下來 反正它就是 久了熱脹冷縮或是怎樣 它就會有一個公差 或者是 它的那個金屬皮法會有一個公差 然後時不時就突然 這整個灯倒下來 後來我就把它鎖上去 一開始想說這個裝潢很貴 捨不得破壞 結果我想說就給它鎖上去 然後後來又過了 差不多就一年多嘛 乾脆這個地方 直接請廠商做那種 鐵架或是什麼 直接給它燒上去 做一個這種 彩幻的背景槍 不知道做完效果怎樣 這個空間等一下要全部卸掉 然後這個電腦關機應該 等一下會拿去自由回收廠 你可能會看到那個阿伯 就提了這一台 去回收站的那樣 也太浪費了吧 我什麼身分 我們如此極盡奢華的這個頻道 一定就是送回收廠 沒有別的選擇 這不是這種浪費的問題 這是一種斷舌滴 這個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一直掛一個鋼彈盾牌 必須要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個簽名 大家仔細看看清楚 大和元邦男老師 鉛筆簽名 這個是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8月9號 那天考跟大和元邦老師見到面 這一塊盾牌是我塗的 然後我親自拿給他 叫他幫我簽一個名 做紀念 大和元邦男 大和元邦男是誰 你知道嗎 鋼彈之父 沒有他的當初這樣的話 怎麼會有現在的鋼彈 沒有他的堅持 他可能現在老了不堅持 所以現在整個鋼彈就 那我們就來看 接下來整理的過程吧 GO 這什麼東西 之前去日本 啊啊啊 斷了 真的假的 沒有斷了 之前去日本買的啊 讓他睡一下 超重的 我下一台要怎麼扛上來啦 13號機 8號槍 插在上面 這志哥去日本買給我的 不要盤了 老闆娘今天不在 老闆娘今天 甘魔啦 恐龍康朗 這下次義賣可以拿去賣 賣500 500起標 那個Jeff會說300 300 好啦300 那這個 youtube獎牌 喔看這裡 上次就是真的 那個背景垮下來 然後他從上面掉下來 所以是真的有掉下來過 這個時候好像 他先砸到我老婆的頭 然後再掉地上 然後結果我去 先撿這個 哈哈哈哈 欸 欸什麼啦 噓 我現在都不敢嚇著 誰是你 喔 2020 JOMAN 那個時候 現在已經不是長這樣的JOMAN 可是我 還是一樣 我沒有 我越來越大隻 哈哈哈哈 後面是什麼 唉唷 唉唷 我跟老闆娘 這是 這是電歌 喔這個 這是很久以前 我跟老闆娘 青色年代 這是 喔 2013年 那個時候還沒結婚 這老闆娘以前 大學的時候 唯一剩下還有鎖骨的時候 那這是現在 現在有差嗎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現在更像摔角選手 多了一點殺氣 快點 快 快點 倒三天 不要再去 這是什麼 這好像是什麼壯陽藥 這Kobe買給我的壯陽藥 但我沒吃過 因為我不需要 這個也可以賣出去了 是誰啊 看有人要的 過期了 欸 真的過期 2021年過期 現在吃下去 直接變超級賽 吃到鮮豆 你看 這應該可能是 第一次打開吧 真的是有窗戶好不好 攝影棚不能有那麼多那種光線 窗戶太多對我們來說 都是會走光 封印 然後再來看這裡 這算是 毛毛二第一次送我的東西 2019年 跟它這個孽緣 也第五年了 辛苦了毛毛二 它也是不簡單 它以前就是這樣 趁鋼丹的配色 趁到現在 它也是 超尼爸網友 這種正式授權的合作案 果然 以前認識它的時候 人家跟我講說 它就是玩具界的前輩 前輩 終究是前輩 你看那個 BUNS老師的作品 哇 也是收很久 不打開 終究是在盒子裡 我們現在的年紀 已經到了那種 可能突然哪一天 就會不再了 所以能打開 能快點玩的 就快打開 哇 它沒有那麼可動 那個時代 坐上的東西是OK的 現在我看 大屎 我準備一個這個 是我們要一些這種 電競的感覺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 RGB燈 因為我這裡本來 就已經有一個 燈的勾槽 有時候可以開這個燈 但有時候把勾槽 貼一條在這裡面 是不是 另外一種不同的Style 那這一條 等一下一起裝一裝 欸 還沒 還好多 這個還不是 哇 這什麼 這鹿角爵啊 這個楊大哥幫我綁成這樣 真的是蠻帥的 鎖這個架子啦 現在來幫我們安裝 這個展櫃的小楊哥 正在努力的 有一尺寸 差不多0.5分 差一點都進不去 那現在幫我稍微修整 可以我們再下上去 然後這邊有設計一些 這種木櫃 就是我們可以掛在上面 去陳列我們的一些 小東西 小物件這樣 然後他就幫我做了幾個 我們就可以 隨意的 在上面去掛 去堆放 好 我們現在完成了這個 背景這一個 鐵網工業風的感覺 我們就實現了 把那個頂天立地價拿掉 然後現在這邊 下面就是空的 就不會這麼複雜 然後再來 剛剛有講到嘛 我還有另外一組 這個燈條 要換到這裡 這個部分就我們自己來把它接一接 我們第二條燈帶 連接好我們就可以把它貼上去 然後這種燈條啊 它也可以切掉 就是從這邊這樣切的 這三顆燈珠 就達菲老師用的那個燈珠 就是這種 先用這個改 我們就不用靠達菲了 你知道 我看到什麼厲害的東西 看到什麼 都只能說它不很用心啊 噴溪功能的 遮蓋膠帶沒事 很用心 好可以 見證奇蹟的時刻 各位看一下 電競的感覺出來了 它還可以切換場景 極光可能比較明顯 好嗎 好我們這種RGB的燈光 都設計好了 然後 欸 我訂的新的螢幕是不是來了 對啊 開箱給大家看吧 GO 哇 欸 不要懷疑 沒錯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ROG的Swift OLED PG49W CD 喔喔喔喔 最重點就是這個OLED 它是49吋 是一個曲面弧度的 那我們就開起來 配件 喔你知道為什麼 找這顆螢幕嗎 因為這一次的二號機聯名 沒有螢幕 不像是初號機有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 用那顆螢幕 可是這次沒有 那偏偏我這一次二號機 又花那麼多心思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顆 更適合它的螢幕 就選擇了這一台 OLED 49吋 這裡就有寫到 它有很簡單的圖像 讓大家知道 幾個步驟 先把腳架跟背支撐 這兩個重要的結構 先裝起來 然後第三個 就是直接在箱子裡面 然後把螢幕打開 插上去 直接拿起來 好我們就照這樣說 這一個是多的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 不要用這個腳架 你有一些這種比較直立架 就是可以用這個 它這個自己都已經 你看再這樣下去 AK老師他們就沒工作了 好 把這顆螢幕後面這邊打開 然後看到了一個這個 連接孔 跟這個支架的孔 直接扣進去 要解開就直接撥起來了 這這麼重的螢幕 然後它這樣設計 超屌欸 所以這種螢幕是不會附HDMI線的 哇欸超寬 我到底要用這個螢幕幹嘛呢 用eSale 四個eSale 回單的時候不會錯誤 太帥太帥 欸你知道 前面都是面板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ROG的設計精髓 其實都在後面 先給你們看這個背後 這個ROG的敗家之眼 然後你看像這邊 很像刻線的那種 裂甲的線條 在這個面板後面呈現 然後這邊是它的整個 觸控的鈕 就在這邊 然後剛剛我們的指甲 配搭上來 這裡有一個斜線 206有沒有 這個也是ROG的一個巧思 那在陳世宇的世界啊 我們的進入方式 就會先打一個斜線 然後後面打你要的 這些進入的關鍵 然後這裡就一個斜線 slash 206 這感覺就很像ROG的字樣 在這上面 所以這就是ROG的一個小巧思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配件包 就電源線 它有這個Type-C 然後有HDMI轉D-Port DMI轉HDMI 然後這個很帥 ROG貼紙 我們拿出自行的主機 因為我們現在在前面這個棚 我們先來這邊 先試這個螢幕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先開機 哇這個這麼大螢幕要幹嘛 哇 它在YouTube頻道超多的 太過癮了吧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種 這顆螢幕的重點 我們拆掉之前 讓大家知道 Duo QHD 144Hz它的更新率 OLED 0.03毫秒的反應速率 然後再來 Smart KVM 它其實就是 這組螢幕可以支援 更多工的處理 它可以讓鍵盤滑鼠 直接接在螢幕上 那你在切換不同的輸入源的時候 你鍵盤滑鼠它的訊號 只要透過螢幕就可以傳輸到 你另外一台不同的主機上 對於常常需要不同主機切換的人來說 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如果你有兩個主機以上的話 就等於要準備兩套鍵盤跟滑鼠 那如果有這顆螢幕 你只要準備一套鍵盤滑鼠 整個桌面 作業空間就會更簡潔 然後HDMI 2.1 Ultra High Speed 就是它裡面還有附一條線 是有經過這個Ultra High Speed認證的線 然後最後就是這顆螢幕 它可以支援USB Type-C 90W充電 好我們開機完看完螢幕以後 是不是非常精彩 可是剛剛我們前面在開箱的時候 就有看到後面它有一個這個背板 一個RG的這個Logo 那這個Logo其實它是可以發光的 控制介面進去以後 燈效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RGB 你就可以去選擇 你喜歡的不同模式 然後我選擇了這個彩虹模式 讓它讓它輪播 看起來非常精彩 那再來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顆螢幕啊 除了外觀的這個介面很漂亮以外 它後面這一個背蓋也有實質的功能 因為OLED螢幕啊 其實要在成像上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在散熱 所以ROG在這一塊背板 其實都做了是它散熱系統在這邊 那這個散熱有什麼重要呢 就是讓這一顆OLED螢幕 在長時間的運作下 都可以維持它很好的效能 不會因為過熱的情況 去影響到OLED螢幕的顯示效果 那OLED螢幕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長時間在看影片啊 或是看一些這種電影等級的畫質的時候 因為電影很多都是那種 譬如說在黑暗處或是夜晚的時候 那如果是一般傳統螢幕 在黑的表現 就會有點懵懵的不夠黑 不夠純黑 可是在OLED螢幕上面 它可以讓你的黑是純黑 然後讓你觀影的品質更大大提升 那如果你對OLED螢幕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持續關注ROG其他的規格 比如說有27吋的啦 也是OLED螢幕 27吋就是之前初號機那個大小 那就是比較一般通用型的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大一點 又可以當電視用的話 就42吋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一些串流平台的影片啊 不管是Netflix或Disney Plus啊 就可以直接當電視使用 42吋推薦給大家 那再來ROG即將推出一款新的 也是OLED螢幕 就是32吋的 所以這些資訊 全部在下方資訊欄 可以參考ROG的官網 還有粉絲專頁 那我們就把這顆49吋的螢幕 搬到它該去的地方吧 我先拉一條脖子的筋 我很怕它會抽筋 我們來扛這一個巨物 來 誰要扛來 我來 我在想這隻手可能要拆掉 因為它這手好像斷掉 就是被ROG用化 1 2 我跟你講 你要慶幸今天是扛它 扛我的話是你們兩個要扛 還是你就丟在這裡 還是如果等到扛我的時候 你就直接通知熔岩 3 2 3 2 喔 來 還有這一把 之前開箱過的鍵盤 全新的 還是我們用舊的就好啊 你要全部都紅色桶 欸 對對對 說到重點 我們的頻道就是什麼 極盡奢華 兩個USB給它插上去 你看它們連這個安全標示 都有Layout欸 敗家之眼 所以我每天開機它都要 叫一下 對 如果我們介紹到明日香的時候 Layout 欸 沒話欸 我記得這個手 它可以拿下來你看 這裡 再把它黏死 模型 沒有做得很確實 就是有這種好處 隨時可以拆 OK 好 然後我們拆模 明日香 Layout Layout 惹必絲 喔 不會噴煙了 快去 水乾掉了 可以啦 這個帥度 是可以的 那再來 我們就把螢幕放回來吧 防護盾 真的欸 超大 好 可以 好 我們先試一下 我們 主機放好 喔 這個主機真的 喬了很久 昨天有弄到半夜三點 然後終於 我們可以完成這種 兩邊全開 雙螢幕的畫面 這螢幕可以支援成 再切割成兩顆 所以 我們就要讓 顯卡以為是兩顆螢幕 終於是沒有那種 螢幕的邊條 所以 這樣兩邊就可以 開全屏 然後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還可以把它縮小 然後另外一邊還可以繼續去選 然後現階段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片景 還沒把其他的這些雜物 比較雜的東西放回去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有氛圍 然後這個鐵網勾 因為它這個規格啊 沒辦法用那些 比如說那種洞洞板上的那個支架 剛好有這個彈力繩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上面 比如說這樣勾著 然後做一些物件 把它掛在上面的方式 那就來編排看看 你回頭看這裡 這幾箱垃圾 在後面那邊 都是這個小角落清出來的東西 也太多了吧 我們就來整理一下背景槍 這要放回原來這裡 它這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收 這些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收 這些人來送人 bible 上次去日本的 這次影片的抽獎就抽這三本 那年滿18歲了 後面再講怎麼抽 總之我們就這樣改了燈 然後換了這個工業風的鐵網 可是這個鐵網最後也是堆滿了玩具 我們的風格 就可以不定時的更換 然後上面就有一些很ㄎㄧㄤ的 比較可愛的類型的 叫做河馬 然後這些粗號機 然後福音戰士類 然後跟這個類似老闆娘身材的肉感女孩 然後像上面這一櫃啊 這一櫃是什麼你知道嗎 醜人多作怪區 都是一些醜的 有沒有 都在這裡 我跟你講我今天收還是收不完耶 還有好多東西喔 就是一些不要的東西斷捨離 剛好趁著現在歲末年終嘛 換了新螢幕 然後新主機 然後順便整理一下 這個空間 哇這個轉角 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空間 還有很多新的想法可以去做改造 然後後面我們再一一實現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對今天喬老師開箱的這一組 ROG的OLED49吋的曲面螢幕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 我們把一些相關連結貼在下面給你 趁著年底 讓自己的電腦設備升級吧 那後續還想看喬老師改造什麼樣的企劃 一個小牛要知道 那小牛要請讚 那喬老師的空間改造企劃 應該完成80%啦 你看現在還有很多這種 這種其實很蓬鬆的 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從舊的地方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把它打開 就全新的耶 都還沒開 開開白白要玩一玩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老闆娘生病滿嚴重的 真的假的 就感冒嘛 然後就幾乎沒有什麼進公司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 欸 稍微 人不在的最好 所以你要抽那一個嗎 那三本 欸對耶 這其中一本還有東雲耶 我怎麼記得這一本有東雲 欸 喔 收據 嚇一跳 想說我女兒畫什麼東西 藏在裡面 抽一位就好了啦 一次獲得商品 做美少女PPC的人型圖鑑 關鍵是要講 我已滿18歲 喬老師空間改造好棒棒 這是 Keywall 然後後面就是自己寫啦 這個不用系統 這個是 我看完我覺得 哇不得了 這個一定要給你 你最好裡面的內容 不要寫得太閒時 不然老闆娘一定會說 這是太變態了 不行 我們就要用那種 藝術的眼光 這三本送你們 現在就更像摔角選手 摔角選手 這是在剪什麼影片 就剪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 為什麼會有摔角選手 而且還有很大的 我那個照片那麼漂亮 那個照片有漂亮嗎 還有更漂亮的 真的假的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成績啦 我會像蔣儀 我比蔣儀還漂亮 我告訴你 所以我影片裡說 你冷老朱皇有什麼錯 是也沒錯啦 但是身分的永遠不會變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